庄州借米 在家乡,庄子是个管七元的小粒 辞工之后,生活困苦 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 这一天,庄子家中的米缸又空了 他只得向煎和猴借米 大人,近期我的手头比较紧 不知您可不可以先借我一点钱 这个,这个嘛 不然这样,等我收了税钱再借给你好吗 这,唉,刚刚在路上有一条鲫鱼向我呼救 请给我一身半斗的水,我快渴死了 于是我对他说 哦,不好意思,我正要去南方游说吴王和越王 等我办完事再引来西江之水解救你好吗 没想到那鲫鱼气愤地说 我只需要一身半斗的水就能活命 你却讲出这种空话来 等你引来西江之水,我早就进了干鱼铺了 即使伸出援手真难 不借就不借,何须假仁假意 不帮忙就不帮忙,何必说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其实,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最重要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说了这则讽刺的预言之后 庄子还能借到米吗 庄子姓周,宋国蒙艺人 他一生没当过什么大官 在家乡,曾经出任管七元的小丽,生活贫苦 其实,他如果想摆脱贫困也不难 因为他学问渊博,德高望重 但他终究选择了逍遥自在地过生活 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你看,货架上永远有新的品牌 上个月才换了手机,随即显得过气 各种研究结果一再被推翻修正 资讯流通,排山倒海,瞬息万变 连一株花,一只鸡,不知吃了什么 也长得比以前快 我们的物质丰富了,寿命增长了 耐心却少了,快乐也少了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自欺一则,十指甘淡出月夜 自欺痛,十指万物皆一夜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从天下一起人 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 我们不断地拥有 却觉得更加的匮乏 我们寻求认同 却显得更加的焦虑 科技昌明 人解不开人生的难题 我们争取自由 却不自在 对,自在 像庄子一样的逍遥自在 织木险法 干净 鲜结 归可是 无法治 即可 永不隔止 织木险法 干净 鲜结 归可是 无法治 即可 永不隔止 人解 只有 用 只用 耳末 知 无 用 只用 也 人解 只有 永 只用 耳末 知 无 用 只 永 也 知 木险法 干净 鲜结 归可是 无法治 即可 永不隔止 庄子在桥上看水里的鱼 他看到了鱼的快乐逍遥 睡客请他当官 他一一回绝 因为他享受免于追逐名利的逍遥 徜阳于大自然 他总能静心听到和谐自在的旋律 他的妻子死了 他伤悲 但不久便骨盆而割 他把生死视作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的还原过程 他病重 弟子要护葬他 他拒绝 他说 大地就是他的棺材 万物就是陪葬 还有什么比这更盛大的呢 心无寡碍 逍遥自在 自飞鱼 去之则游 喝尽随长 断只则悲 青蛙不可以 鱼鱼海者 下窗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盗着 爱莫大雨 心思 青蛙不可以 鱼鱼海者 下窗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盗着 爱莫大雨 心思 心无挂碍 逍遥自在 庄子是怎么办得到的呢 世上只有一个庄子 但可以有很多的逍遥自在 而且光是听庄子的故事 就觉得很酷了 对了 酷其实就是逍遥自在 不知人外花 耳内不花 尽知人内花 耳外不花 望族旅之事业 望妖带之事业 知望是非心之事业 不内边不外从 是灰之事业 劝着所依在遇 得遇而忘川 提着所依在痛 得涂而忘体 沿着所依在意 得遇而忘业 我们期盼庄子的生活智慧 能够传扬开来 并且期许它能为 纷扰多变的人事人生 增添一丝安稳的天然自得 是 振破庄周梦 两只家东风 三百座民愿意才一个空 振破庄周梦 两只家东风 三百座民愿意才一个空 谁到风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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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沙寻放的蜜蜂 轻轻地飞动 把麦花园闪过交斗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 陪伴孩子长大的 经典学习专辑 如今 在YouTube频道 一一排队上架 欢迎你来支持 及鼓励 签构成为 372温暖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